我听说你又拿一个世界冠军 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小意思啦 我的庆功业马上开始了 你跟我一块去吧 我带着你 你带我一起去啊 好棒哦 走 哥哥最帅了 你都大姑娘了 注意形象啊 什么形象不形象的 立马给我调查一个人 我跟同梦分开钱的那一个月 他都和什么人来往 为什么要背叛我 终于能看见本人了 希望他能拿到冠军 对啊 真希望他能拿冠军 我的票呢 你到底有没有票 没有票闪一点去 快点啊 我走什么呢 那个就是我的票 什么你的票 这是我的票 我哥给我的 这明明有头像 这就是我的票 松手 干嘛呢快点啊 快走啊 你就是那个 那个同梦吧 不要以为自己演了一部破网剧 尾巴就翘上天了 我哥还收听琴呢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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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快点啊 我这还要看比赛呢 你 你把票给我 还我票 你 我跟你们说个事 你们知道上一次欧影帝为什么会吃那么多NG吗 这有什么的 那一次啊 是同梦故意整欧影帝的 这个丫头骗子 不知道吃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臭豆腐啊 榴莲之类的 那嘴巴简直臭死了 不是吧 竟然这么恶毒 从哪听说的 我那天不是给他化妆吗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味道不太对劲 后来啊 我去便利店的时候 那个便利店服务员不是跟我挺熟的吗 跟我说他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啊 他图什么呀 图什么 要么就是想让欧影帝多跟他接几自吻 要么就是故意整欧影帝的 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同梦简直太可恶了 要不然咱们想想 好好整整它 可以啊 你要干什么 小心 来 卡儿 欧少你怎么了 欧少 怎么了 前后没有钉子 钉子 钉子 这是谁负责的 你墙上怎么会有钉子 这怎么回事 没事吧 没事吧 欧少 没事 再来一条吧 好 您辛苦了 辛苦了 要不我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这天气太热了 怕你感染 我饿了 行 那我就给你做点饭吃 我饿的可是皮肉饿 一顿饭就想帮我打发了 那您想怎么样 你自己看着办吧 您是 你好 佟小姐 以后我就负责这个剧组的化妆了 还请多多指教 什么多多指教啊 我也是个新人 你叫什么名字啊 叫我丽莎就好了 丽莎 这个名字好好听啊 小莫我跟你说 我今天特别开心 终于杀青了 要不我跟你说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 你这一路以来对我的知识和理解 我跟你说 我从一开始跟你 我就觉得 我肯定能有出息 跟着彪哥走 肯定 肯定没问题的 我告诉你小莫莫 当初 我就看好你 我觉得你一定能活 爱你也摸摸哒 我告诉你小莫莫 当初我就看好你 我觉得你一定能活 爱你也摸摸哒 莫莫 来 表哥起来啊 表哥 不行啊你 老板买单 好 好 有一条 verified 走 我 想ED кап 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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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欧少 你找我 坐 习惯了 最近有什么知名导演要拍新写的消息吗 今年你已经多拍了一部了 还要拍 你家那位泰山皇能乐意 不是我要拍 帮人找的最好是大女主的戏 听说最近赵元良导演有一部古装戏要拍 不是我要拍 帮人找的最好是大女主的戏 听说最近赵元良导演有一部古装戏要拍 我觉得里面的女二号 挺适合同胞小姐的 谁 谁说我是帮她找的 行了吧 欧少 不是给佟小姐找还能是给谁啊 这事我给你去办 虽说是个女二号 但是走婚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不过嘛 这个角色唯一不好的就是亲密戏太多了 把剧本拿给我看一下 她正式进了这个行业 那以后亲密的戏就更多了 这还不得把你给酸死啊 你很邪吗 走了走了 给你办事去啊 对了 欧少 你这脾气可改一改了 不然小默默就得离家出走了 恭喜飞姐 你合作了赵导作品的女一号 未来会更上一层楼啊 刚刚制片人说同目该不会是 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 小姐 我爸刚好今天也在这边 我一会儿过去找他 那这段时间你好好调整好好拍戏 这部戏还没开始就已经火了 走吧 马上给我退出娱乐圈 不要给我丢人现眼 我不 你敢反抗我 你凭什么让我退出娱乐圈 你已经不是我父亲了 三年前 你已经把我赶出家门了不是吗 我告诉你同目 我可以不认你这个女儿 但你不能不认我这个父亲 我告诉你同目 我可以不认你这个女儿 但你不能不认我这个父亲 你是我的种 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爸爸 其实同目呢 也只是想混口饭吃 你也犯不着跟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上次医生不是说了 你血压有点高 不要生气了 同样是我的女儿 一个处处令我骄傲 你 却只会给我丢人现眼 同目 要不然 你就回家里来吧 娱乐圈这水啊 实在是太浑浊了 根本不适合你 你笑什么 你姐姐都是为了你好啊 你不就是想混口饭吃吗 好 我是你爸爸 我也不至于让你饿死 你的工作我来安排 你马上给我滚出娱乐圈 我最后再说一遍 我是绝对不会退出娱乐圈的 就算我在这个圈子饿死 我也不会回全家的 我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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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地上 我说一遍 这遍 你给你消灭 我说一遍 你带来 你带来 我说一遍 你带来 我说一遍 我在看剧本呢 看剧本 看什么剧本 我这现在刚拍完一部戏 马上就要开拍下一部戏了 我在看剧本呢 看剧本 看什么剧本 我这现在刚拍完一部戏 马上就要开拍下一部戏了 我跟你说 是这个赵燕良导演的 非常有名的 它捧红了很多人呢 我现在已经金飞锡笔了 那我倒要听听看 怎么个金飞锡笔法 我现在签了新的经纪公司 公司对我可重视了 还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 两句似的 哦 是吗 那过几天 我到你家看一下 哥 我那个 我过两天过去啊 好了 就这样 过了啊 不是 哥 去哪了呀 我不是说过十点之后就别回来了吗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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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谁打他 妈 我跟你说有什么用 跟你说你就要把我打回来吗 别哭了 你凭什么不让我哭 我哭还成你事了吗 跟我太多伤了吗 说我 我朝下 我要揄 她 不会嘛 它会用什么密码 我问时间这么多的背叛 该怎么去原谅 我问永远到底会有多远 不要给我答案 不再奢求在你身边 陪你去度过每一个瞬间 我不再去渴望你的关心 因为能更加心碎 你把所有誓言 所有诺言藏在手中 化成一把火 燃烧我的真心 我的真意 将我变成一只飞蛾 在寂寞萦绕的夜风中 我们说这都会 spreads 我们说这都是 剧品帐 优独播剧场� 完成了